想不到就是这款在澳洲超市水促可见的烟熏肘子 用中式的口感做个小炒肉 味道会如此美味 剔完肉的骨头加清水简单炖煮 汤线味浓 一物两吃 完美完美 就是这款水促可见 平平无奇的烟熏肘子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吃 再开包装 拿出来看看 经过特殊熏枝的肘子 颜色金黄 肉质紧实有弹性 口感有一种区别于腊肉和鲜肉之间的独特味道 今天小微就来分享一下 这受全家人欢迎的家常做法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用刀 把肘子上的肉分切下来 大家可以选一把小一点的刀 方便操作 切之前可以用手指轻轻按压一下 感觉到有弹力的地方 就是肉厚的部分 就像这样 一点一点的把肉片下来 它的肉经过熏制 肉质紧实有弹性 非常容易切割 要点就是 要沿着骨头的形状 尽量的把贴着骨头的肉都片下来 长在骨头中间的肉 可以用小刀沿着骨头划开 然后用手把肉掏出来 最后就有了这个光秃秃的骨头 和满满的一大盘的肉 这大骨头大家可千万别人哦 放入炖锅 加几片生姜 一壶清水 慢炖40分钟 保证让你有惊喜 等待炖煮的时间 我们可以放心来准备今天的主打菜了 首先把刚刚片下来的肉 改刀切成小片 肉有点多 这里我只切了一半分量的肉 剩下的牛仔还可以再做一顿 准备一些配菜 长边豆斜刀切成长条状 或者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搭配也可以 再准备一颗红椒 把辣椒头划圈切开之后 去掉辣椒籽 对半切开 再切成长条状 红色搭配绿色的长边豆 不仅一样美味 而且颜色丰富 准备一些生姜切成丝 大蒜切成蒜片 干辣椒切成辣椒圈 就这样 搭配走字肉的食材 就全部准备好了 再来看看骨头汤 已经完全炖成了奶白色 准备一根去皮洗干净的紫槐扇 随意的切成滚刀块 加入到骨头汤里 小火继续慢炖20分钟 锅烧热之后 加入适量植物油或者橄榄油 先把姜丝倒进油锅里炒出香味 再加入切好的走路肉一起翻炒 这个时候不要着急 用姜丝和油的香味 先把肉的色泽和味道慢慢的煸炒出来 再加入干辣椒段煸炒出香味 这个干辣椒香而不辣 主要用来提味 再来一勺花椒粉 丰富味道层次 同样的先把花椒的味道炒出来 再放入一些大蒜片 所有的配料我们都分次加入 会最大化的激发食材的香味 提高口感层次 这时候就可以倒入准备好的长豆角 先翻炒均匀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提味 因为肘子本身已经有了盐味 所以放了生抽之后 就不需要再额外放盐了 翻炒入味之后 加入少许清水 盖盖将豆角中小火焖煮一下 同时也可以让豆角更好的吸收走猪肉的味道 10分钟之后 开盖来看看 豆角已经完全焖熟 汤汁也收干了 快速翻炒几下 加入准备好的红椒丝一起翻翻均匀 红椒丝的营养丰富 口感清爽 不需要炒得太久 炒得像这样微微断身 吸收了其他食材的香味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就这样 一道好看又好吃的小草肘肉就做好了 简单米鸟的搭配 不仅能提升口感 丰富的色彩搭配 还能让整道菜更有食欲 它的皮肥而不腻 吃在嘴里紧实有弹性 瘦肉香软而不柴 不腥不腥 还有种独特的香味 炒完菜 我们的淮山大骨汤也炖好了 淮山吸足了汤汁的味道 软然入味 汤汁也被淮山染成了淡淡的紫色 完全不用放盐和任何调料 味道鲜味无比 今天的两道菜 有你喜欢的吗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别忘记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简与试镜 我们下期再见